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d 今天這個開場要有特別的氣勢一點 不能太過於低迷 雖然說我們的台股下跌了300多點 對,不過 主要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上週,上三週 股市感覺看起來好像就只會漲 像上週跌個三天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又漲回來的這種行情 那這一週究竟會不會 其實我一樣不知道 所以盡量你放在你股市中的錢 是不會去影響到你自己心情的 那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是提倡說 把所有的資金都不要變成說 都放在那個銀行 不要變成存款 而是應該投入股市 不過一樣看自己心態怎麼去調整 因為如果說你就是一個新手 一點漲幅 漲個1%你就賣掉 跌個3%你不賣 那你就是 上上下下 然後就是 到最後還是虧錢 所以其實整個 整個心態的一些 建立 還有一些資金的一些控管 我覺得是 新手投資的 那不要說新手 連一些老手 其實都還是特別需要去做學習的 因為你只要 一旦 一旦這個 重壓 一旦重壓 那 基本上 就是會損失產重 那或是說你心態 不那麼健全 或是說你的買點 不是那麼的好 那個當然就是比較偏後面 可能學習一些 技術面 不過我相信啊 就連我自己一開始 踏入股市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在股市裡面 賺到非常非常多的錢 我一定要學什麼 基本面 那時候我還打開這個 SIMONEY 然後從那個 從頭開始學什麼 他的課程 1-1 一直學習 然後 然後還去測試 然後我們都看得懂 本益比 爆爆爆 我也是有曾經學過 基本面的 然後 還用一些什麼 找尋基歐股的一些 這個篩選的 這個 反正是他網站上面的東西 然後去篩選 所以我篩選出什麼 ROE多少啊 然後 本益比要多少 以下 然後篩選出來 這幾檔 之類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 剛入股市的時候 是篩選到一個鋼鐵股 然後 查一下 哇 他的這個 殖利率還不錯 每年有10% 然後股價又很低 對 那就不是說是哪一檔 我不是說哪一檔 那反正 就是還是有掃尋過很多方法 不過 到最後 你會發現說 說真的啦 是這個 真正看得懂 進出場點的 這個方法 跟你心態的建立 我覺得是 都需要去完成 那 我覺得一開始 要先建立自己的心態 就是說 我們看的報酬呢 可能是拉長有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很多 像 IG有視訊我的觀眾說 他是在去年前年賺很多 不過今年就倒陪 也是有一些觀眾視訊我 對然後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多這樣的事情去發生 因為去年跟前年是一個 比較瘋長的行情 那基本上就真的很多這個 所謂的少年骨神 那我自己本身是不是 我自己本身不是 也沒有做到特別特別的多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 保持著一個 非常警惕的心態 所以沒有去一直追高追高 殺進殺出這樣子 是沒有這樣去做 這樣操作 對 反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前面就是講了一些話 反正就是 資金的控管 然後 心態的建立是非常重要 不要你手上有 持有多單 你就只看多方的言論 你手上持有空單 你就去看什麼空頭大將軍 什麼之類的 或什麼空頭什麼之類的 的一些什麼什麼什麼名號 然後只看他們的 然後Email他們說 是空之空之空 我覺得 還是必須要保持自己的 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 那當然 多跟空 只要你能夠賺到錢 基本上我覺得就OK 你不用 太過於care說 現在股市到底是多還是空 有些人搞不好在上漲的過程中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弱勢的 在下跌中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會上漲的 都有機會 那我們 主要看一下新聞吧 這個 鮑威爾 鐵心打通膨 比特幣 講一下比特幣 比特幣又掉到2萬元以下 那我在這個 因為我隨時有時候也會看一下其他人去怎麼做講解 那最近是比較少在看比特 沒有在看這個 虛擬貨幣的技術分析 因為其實 比較少去操作 因為 這兩個月其實比較專職放在這個台股 因為 台股就 比較輕鬆 不是輕輕鬆鬆 比較輕鬆可以去 看得懂 然後去獲利 這樣就夠了 不要一直盯著這個 這個虛擬貨幣的盤 因為這是開 24小時 真的有時候看很累 那有時候 進場的點位呢 又覺得說 看得太短 所以 後面呢 就是切成4個小時 然後一貼 然後這樣就看了 就沒有去切 分K 然後去做觀察 對我自己本身也有講 我做這個 當中蠻爛的 那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啦 就是做這個 虛擬貨幣的這個 類似比較短周期 基本上有時候都會死掉 好啦 看一下帶回來講 然後 還有 主要這個嘛 超可怕的這個大標題 灌破月季線什麼 那基本上 如果說你手上持有 全職股應該是蠻有感覺啦 是真的 真的 還蠻慘的 全職股 像台積電 先在開盤的時候 下破500 然後 鴻海跌下去 還有就是聯發科 然後聯電 等等 反正就是這些全職股 今天 大部分都有上這個排行榜 就是那個量放大股 量放大股的排行榜 因為就是真的是 大大大大出貨啦 對那 之前其實就 在上上禮拜 就有講 金融股啦 金融股是一個比較偏空一點的 偏空一點 我在上禮拜五 還沒有跌之前 也是有去做一些 電子股半導體的一些 就是 他的一些壓力的一些 說法 就是他的指數的一些說法 在上禮拜 金融股就已經到達了一個 一個勘斬了 那時候是有做 富邦金 那時候有做過 做富邦金 那其實 國泰金 我自己看到國泰金 玉山金 基本上 大部分你們去 如果說有興趣去觀察一下 他們在某一天 開始在上面卡卡卡卡卡 然後就掉下來 就是有點跟著 我們的那個指數去走 這樣子 大致上講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 真的是 骨胃酸沙啦 他又突破了 原本化的 上升曲線 然後 原來預期他會跌下來 不過說真的 消息啊 總是變得這麼快嘛 就是這樣子突破了 就是這樣突破 所以 台幣又再度 超級快速的貶值 也突破了這個 壓力線 那我們這個自動化 Auto trading line 反正他也自動化一條線 這個虛線的部分 又畫出了一條 這個 上升趨勢線 那目前 以4個小時來說 是有點快要過去 當然我也不確定算他會跌下來 當然我也不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我畫這條線 在這一根 這一根 都是有去做 防守嘛 在禮拜五的 晚上的時候是有做 一些壓制 不過在 早上開盤的時候 因為這個美股持續暴跌 所以又下來 所以 基本上 如果說他衝到這邊 又無力又掉下來 反抽到這裡 還是 有機會 這個台幣 會再升值一點 如果說跌下來這邊的話 因為這邊是升的 真的是非常快 那當然升的快 我都覺得說 就是要把 他把這邊的壓力 全部打破掉 所以 他的一個多頭的格局 是非常強勁 是真的非常強勁 所以在這邊回來啦 他應該還是會持續 台幣應該持續去貶值啦 台幣應該持續去貶值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納斯達克吧 納斯達克在早上的時候 原來是畫這條線 在早上的時候其實有補啦 補了之前這一個空間 這一個位置的 下面的支撐 是因為之前在這個地方 沒有說很明顯 所以我們又把他放進去 不過目前還是 等待看這邊會怎麼去走 然後回調到這個 上升趨勢線 看能不能夠去守住 他能夠去守住 當然就還是有機會維持在上升的多頭 如果說沒辦法 那應該 整體的 上升的多頭 是會被打破的 那 可能就會進行盤整 那 盤整下跌的機率 可能就會 比較被放大一點 那目前應該就是 可能今天晚上如果說再跌啦 再跌應該 可能跌個200點 差不多啦 如果說從這地方再跌下來的話 跌到大概 12200點 這邊差不多啦 當然有可能跌到這條 這個平行線的位置 才做反彈 就看 主力要怎麼去做操作 看主力怎麼做操作 那目前是真的跌的蠻雄 在上週五的時候跌的蠻雄 跌跌跌跌跌下來這樣子 所以目前看這條 黃色的三升趨勢線 跟平行線 這條我都會做關注 不過 會先看三升趨勢線 能不能夠去守住 目前 這之前在那邊跌破嘛 非常強勢的 那 現在來到了主要的 非常主要的三升趨勢線 那目前 這個納茲達克 究竟他是 要來打第二隻腳 還是說他要直接灌破 都 不曉得 但這邊如果跌破 認為這個地方應該 跌到這邊都有機會 對 跌到這邊也有可能 跌到這邊也有可能 因為這邊 我不覺得 比較有機會承住啦 所以說 這邊會比較難看得懂 這邊比較難看得懂 好 我們就稍微來講一下 比特幣吧 比特幣其實看法 我們現在的周線 看一個比較遠的 大家知道 為什麼 我雖然有點馬後炮 那 也是 之前他 之後他那時候 漲上去之後 然後我有看一些分析 這也不是我自己分析 那 是有看到有人說 這個地方 是一個 算是支撐啦 就是跟我們台股一樣 如果說你每天看我付牌 我應該知道 我之前在下跌段的時候 很常會看左側的一些高點嘛 我說這邊是 壓力 然後上去 下來 上去 下來 這邊支撐 所以 這邊能夠得到這樣的反彈 我覺得可能是 虧 拜這個左邊這邊的 這個 這邊大概多少 大概1900 1900 18800 左右這個位置所賜 所以說這個地方看一下周線 周線的 目前呢 我認為他是來到一個相對應的 快跌到低點 當然 有些人看下破啦 不過 一樣嘛 我們所追從的是 跌到支撐 先看支撐 再看跌破 我覺得這個觀念要清楚 雖然說 之前那一波熊市 是真的跌的 很凶狠啦 不斷的跌跌跌跌破 不過 一樣嘛 如果說假設 這上去 上去我都不做單 你把這邊想像成 這個是那個台股的天 一天兩天 然後 上去上去我都不下單 最後跌到這邊附近 是不是 你就可以考慮 是不是就可以考慮 可能現在目前 198多 可以考慮 慢慢買 一樣用這個加碼 慢慢買 當然會不會跌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跌破 目前就是先看張 目前能看得到 就是這樣 然後 如果說真的跌破 應該會再反彈 或是真的不彈 就直接下去 就有可能再下去 再去下一個位階的話 應該就到 11500 這附近 目前是這樣子做 這個 規劃 那看一下周線的 以太幣 以太幣是之前的 這個位置 不太撐 這個位置沒有撐住 但是 反彈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還是有卡在這邊 兩周 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是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關注的 我覺得 他再來這個地方 可能 不是一萬 1400點 有可能跌到這邊 就反彈上去 大概1275左右 反正前提點 主要是抓 一樣抓這邊附近 抓這邊附近 那當然這邊沒有對到上面 也沒有對到中間 主要是抓了 這幾根加上 這幾根 我們切成細微的來看 就大概能夠 清楚明白 就是抓住這個位置 大概12多 反正 現在呢 他非常有機會是走一個 下歇形態 所以 他的走勢應該有機會是這樣子 可能反彈 力道夠一點 可能到這邊 力道不夠 可能會下來 下來 那到底會不會到這邊 我也不確定 到這邊可能一陣子 而且 我認為有可能不會到 有可能不會 因為上升趨勢線的部分呢 他只允許他到這邊 就應該撐上去 所以 以 以太幣跟比特幣的跌幅來看的話 比特幣如果說在 剛剛說得到 大概 19000左右 如果說在 得到支撐的話 大概 再跌個800點的話 那 以太幣有可能 差不多跌到這個位置 那有可能不會跌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反彈 那 究竟這個下跌形態要怎麼去看 他一定是要等他突破 回撤這樣子 再去看 沒辦法 說他這個位置就一定會反彈 這個位置一定會反彈上去 這個位置一定會反彈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不是這樣看的 下跌形態是要等他突破才知道 所以目前大致上這樣 因為我這個 呃 這個我們的會員群組 說要復盤這個 那 大致上這樣好了 我也忘記上禮拜 我復盤這樣怎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講的10多分 好 那我們的 這個 期貨目前上去 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吧 這邊就 簡單帶過吧 簡單帶過 那基本上 加權指數呢 我會比較值得關注 會 眼光啊 會看上期貨 會看上期貨 那今天是 下跌稍微有點亮 有點亮 2000多億 那下影線收的 也不算是非常漂亮 對 也不算非常漂亮 那我們主要要看的就是 之前呢 如果說你有看我分析的 可以看一下這個嘛 這個是裴若西來台 打下去 然後雙取 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位置是前面這邊的壓力 前面壓力隨雙取 那我們看一下 期貨的部分 期貨也是嘛 裴若西來台 打到這個地方 那也是前面的 不過 目前比較能夠得出的 期貨的支撐 我們講一下 我看到的位置 大致上是在 14840 早上的時候有去 跟這個 我們的會員群組 講一下啦 然後 爆大量 是有得到爆大量 那這個位置其實 是守住前面的 前面這幾個位置 前面這幾個位置 以今天收盤來說啦 大致上是有鎖住 不過 就是 實際上他應該 在期貨裡面 實際上應該是要差個幾點 50點算鎖住嗎 還是說要差個100點 算鎖住 其實這個很難說 很難說啦 對 以看這樣的格局來看 看起來是 有點跌破一點點 因為他最後是收14820 14820是很跌破 不過 最後一收在這附近 感覺看起來OK 然後今天期貨的量 是有爆出來 那 究竟這個量是從上面這樣 掉下來 還是從底部馬上去 目前看起來 我只能告訴大家 是 從底部馬上去 所以呢 目前 加權指數的部分 我有一個 猜想啦 是 今天有可能是 比較低的低點 那後面幾天可能比較容易 做反彈 我目前的 想法是這樣 那 主要看一下 目前15分K 看一下這個量 這個量呢 看看從8月11日看看 今天 這個8月29日 看到這個 最大量 14604口 主要呢 看收盤 收盤到多少 14793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 不要看 不要看期貨 再看明天的開盤 我們經過 測試 就是說 你看夜盤應該不會到很準 所以 經過測試 明天 或是後面的行情 是 必須要去守住大概 14790 反正你說 14800 也OK 所以 我們比對下量 剛才從日線來看 他是從這根開始算 從這個 上個禮拜 5的 3點 下午3點 開盤一路算算算算算算算 算到現在 所以說 集中的量 最多啦 最多啦 就是說 上禮拜5 晚上10點的時候 這個鮑威爾去開會 然後 講話之後 那時候爆量 那基本上 就是中間這邊是一個比較空洞的量 那底部是爆量的 所以說 我才說底部是集中量能的部分 然後 之前會說 這個位子 P2C來台 跟我們家庭指數 剛好match到 不過現在是有點差別 就是 提破部分是守住這個地方 那 雖然是灌破1萬5啦 所以說還是希望 能夠回去1萬5 那目前是守住14800 目前是這樣看 目前是這樣看 所以 大家也可以跟著我一起這樣看啦 所以 就是 加錢指數的部分 有可能守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桂馬 因為桂馬可以看一下 對 講一下 上升趨勢線是跌破的 但 那時候也講啦 上升趨勢線跌破 不代表說他轉弱 只能說他可能 已經沒有那麼強勢 變成說 跟這邊這一段一樣 我之前這一段的時候 我比較偏空看待嘛 那基本上有 有被打空 那我空單比較成功的地方 是在 這個整理階段 所以 之前這邊呢 一樣是可以 畫出上升趨勢線 但是跌破嘛 跌破還是進入盤整 之後往上拉 所以 現在的格局就是這樣 跌破 盤整 那會不會往上拉 我不知道 只是 在這一段 這一段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去做空一些個股 可能真的比較容易 去 這個 賺到錢 比較容易賺到錢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段非常有感覺 這段只是 基本上有 多有空啊 有時候可以賺 那 不會說 這一段去拉的時候 空方基本上全部 都被尬空 這段確實是尬空行情 這一段也是 真的是 基本上 目前你去做空個股 是比較容易有機會 所以說 如果說你真的怕 後面行情真的 跌下去 不妨 可以去 這個佈局看看 佈局看看 那當然要佈哪些 就自己去挑選吧 自己去挑選 因為有一些或許 也已經 跌下去了 所以 自己去挑選吧 我們前面講了20分 前面 可能 加速加快一點 然後我們就來講個股吧 個股一樣都沒看過 然後 然後抓了大概 11檔多吧 然後看一下同事吧 同事簡單 我們就大部分都簡單說啦 簡單來說 散散區域還維持 那我們的壓力區 基本上 在今天這個大碟的行情 它可以是 開低直接走高 是真的確實是 還蠻厲害的啦 就是說在維基如果說你真的敢入市的話 之前說 165啦 165是附近 今天最低166 如果維基你敢入市的話 今天確實是真的一個非常不錯的 這個 報酬 當然我要沒有再過觀察 因為我自己看呢 會比較期待的是他能夠先破潛高 我再去做觀察 那當然你雖然目前有事有多大的人 就看他散散區域線能夠維持 然後到達壓力去考慮 考慮啦 自己考慮要不要做儲查 都是考慮 因為 我沒辦法阻止大家要不要停損 要不要停滴這件事 如果說你一直都虧錢 不妨 不妨改變你自己的思維 不妨改變你自己的思維 如果說你都賺錢 那就保持著自己的方式 對如果說 其實你這個挑選個股 你基本面挑選很好 那你可能來我這邊只是看說 這個技術面到底哪地方做經常 那都OK 那代表說你挑股票很厲害 你挑得到趨勢股 那我自己本身就看的比較多個股 但是我沒有很深入的去 研究一些 就是 一些基本面很好啊 還是怎樣 之類的 因為有可能影響我自己的判斷 或者說我自己的加減碼 不是 基本上不太會加碼 但是 容易講到我自己下的單的數量 我覺得還是 維持在自己呢 覺得舒服的一些狀態就好 那目前維持三十七千持續看吧 但是壓力還是在的 壓力還是在 然後要核大吧 核大這個 這個蠻賽的 這個蠻賽的 昨天剛好放到我們的會員群組 那其實主要 前面啊 我們前面大概二十檔 二三十檔 二十檔 基本上都是我們會員群組問的 所以 如果說 這個也算是有點在 在回憶一下我 前天 我禮拜六的時候去 不是圖書館 是去成品 然後就跳一本書 然後看 然後看一看 覺得還沒有 就是看那個 海歸交易法則 他裡面大致上 我大概用一分鐘講一下 他是在教說 這是 不是教啦 這是說 19XX年的時候 然後有兩個 很厲害的 這個交易者 然後那時候 他們是為了要比賽說 我都這麼厲害 那我們在打賭說 我們自己的這套心法 到底能不能夠 交給其他人 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然後獲利 這樣子 那確實他是從 一千人然後篩選到最後13個人 然後最後 對不對 就是 真正 應該說 他挑的13個人基本上都是智商蠻高的 不是工程師啊 就是一些 智商比較高的一些 職業 只是他有去篩選過 最後從一千多人 到13個人 然後呢 然後他就是 花兩個禮拜的時間去教他們 然後各給他們 100萬美金的 去操作 那 每個人 他們之前的交易 不是用電腦下打的 或者是說要打電話還是遞什麼那個 就是要 建倉的一個 一個訊息 我也忘記 那 反正呢 就是說 他們看的主要是看期貨 那他們教的方法 那男主角 也不是男主角 是說作者 作者然後那時候才19歲 對 他是 新手小白 他完全是一張白子 那他挑選的13個人當中 應該過半的人都有交易的經驗 對那可能有幾個 跟他一樣是比較小 但是年紀 你說年紀 可能都是二三十歲 二三十歲以上 那 這個作者是比較 稅數比較小 所以說 他是 比較能夠 去 應該說他這個 他自己也承認說他在面試之前 他也是 就是盡量去找 這個 這是面試官 反正是這個很厲害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的 這個 Trader 反正就是 這個交易大師喜歡什麼 然後什麼 只是去查 關於他 他能得到所有的資料 所以說他會比較想要傾向於去討好他 那 他教的這個兩個禮拜的東西 每個人都教一模一樣 但是他去操作 他講說第一筆 他第一筆操作呢 他是完完全全照著這個方式去走 然後完完全照然後他最後呢 賺最優先 因為你在 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開始懷疑 這個地方 去做加碼 會不會太危險 這個地方去進場 會不會太危險 你會開始懷疑 因為你學的太多了 你看的消息太多了 今天市場上 剛剛隨便一個這個標題 說什麼 學習 這個什麼 台灣股市 那你還敢買嗎 那你敢買的人 那時候按 你這個 買的之後明天會下跌 一定會跌 對 何必看這些資訊呢 你可能就是 看一看 又在唬爛了 這個標題就是 新聞嘛 記者本來就應該要讓別人去看到他寫的新聞 那才能夠讓他的這一間 這個 新聞公司帶來收益 你要先幫他換位思考一下 他可能他也不是 故意在寫 他是想讓別人看到 反正就是 照著 這個 一套可以真正賺錢的 方法 那資金礦管 反正裡面交流很多 那如果說真的可以的話 那就照著方式去走 不要有太多的 這個自我意識 對自我意識太多的話 那反而是 自己需要去做一些改進的 那 這兩打 同志我是沒有推 那 何大是 我們群組裡面應該 我不知道是賺最多的 我不知道賺最多 他是有分享 所以說 他是 就是這一個會員他是比較 算是比較 他自己承認說他比較新手 然後今年才加入 然後剛好遇到暴跌 然後 他比較照著 就是突破 壓力 然後 支撐滿進的一個方式 那 跌破了 然後就做出場 然後就是照繼續走 那 英虎比 抓得好 然後就做進場 今天 確實在開盤的位置 就開在這個 還不錯的位置 那 反正 現在 我覺得是抓一個 停地點吧 講這麼多 我大致上 呃 10% 大致上他這個位置 90度的時候應該先賣 再來下一筆比較大的區間 因為比較大區間 應該是抓他96、97這個位置 因為大家去試散一下 如果說他真的是持續上場 當然好事嘛 因為這邊上來 就是我們這個 假透我這邊做進場 那這邊是停地嘛 那下來之後呢 都不用管嘛 都不用管 當然你也可以做加碼 當然你可以做加碼 那 後背DRH 我也不知道 那再上去 再上去 就持續又上去了嘛 然後 再來呢 就是到達下一個位階 然後回來 再做加碼 或是再賣 反正是一層一層的 這樣去看 那目前就是90到 在96、97這個位置 看一下美食吧 美食之前是 看一下喔 他 跌破了嗎 我們看一下 之前有畫線 好像把他也刪掉了 這一條 重看一下 之前後來有看這個散生虛弱線 然後他是守住這個位置 守住這個位置 所以說 目前的話 目前的話 我只能說 你可以去看這個地方 回調到上升虛弱線 當然他會不會很迅速的跌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 骨灰啦 那 支撐的部分 我比較看得懂是 大致上落在150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很保證說 這個位置 這個160 158這個位置 到底 有沒有支撐 因為這邊踩了就上去了 然後包有大量 當然 你也可以去說 我要去守住 大量的 低點 所以說 這邊160 我覺得 支撐也是蠻合理的 也是蠻合理的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條線 另外一條這個是上升虛弱線 然後呢 之前是突破 然後 再跌破 所以 如果說你要做關注的話 或許這個上升虛弱線 可以給一些幫助 當然 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撐住 也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撐住 之前是這邊撐住 支撐有撐住 壓力也壓制 那這邊是直接突破 那這個位置 不確定他是跌破 如果說真的是跌破 那到達160去接的話 你就是 這條線呢 就是 觀察用 我們就知道說 這檔個孤為什麼 有點長不太上去 因為有可能這條線 確實是一個 壓力線 就是壓這邊 然後 沒辦法上去的一個概念 沒辦法上去的一個概念 所以目前是這樣看吧 支撐沒辦法抓 說真的很準 這樣子 好啦我們看一下 寶1 寶1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就是 呃 等待價格吧 就是 這個 呃 大概21.5到22塊吧 就沒什麼特別 那壓力一樣在這邊 所以 基本上壓力都不能滿 壓力這邊都不 這根還可以考慮啦 那這幾根都沒辦法滿 自己沒辦法滿 那就看他能否守住 最好是守住這個地方啦 跌破應該我 如果是我要進場的話 跌破3%應該就會做出場 跌破3%應該就會出場 那就看下一個支撐在那邊 下支撐我會抓20塊 大支撐這樣 然後還有補塵 補塵這個是大暴跌 大暴跌 所以這檔之前是有大致上講說 壓力可能壓在40了 然後後來又覺得說 感覺上 我也講不太準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 再做觀察 那 今天 對 他是直接 開盤 所以說 呃有一些 多空的力道 我們如果說知道 譬如支撐 像他今天呢 他開盤直接開到了 這個我認為是支撐 大概38塊 以下 那 我就有警惕了 這個地方應該會呈現 反壓的狀態 這個我在 昨天的 呃 我們會員的影片有大致講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清楚 還是說大致看支撐 比如說 開盤 如果開在哪個位置之上 感覺還可以持續做觀察 那如果開盤開在支撐底下 那就 機會比較偏危險 比較偏危險 那 當然這檔我之前就大致上有說 不是說我明白 比較看懂的 支撐是 38 那在接下來的支撐 應該會看見34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凹彈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凹彈 沒有一檔個五四 一定是可以賺錢 真的沒有 那神機吧 神機真的是也是 蠻繞賽的 這個突破了 大量突破 結果今天 又下來去測試 不過 測試測試來測試去 還是守住46 所以還是值得 直接 再繼續觀察吧 有可能 來個假突破 然後 上下震彈一下 最後還是有辦法 上去 不過 一樣 就是 看自己怎麼去作戰 真的沒有 百分之百賺錢 因為如果說 當初這個地方 你抓3%停損 我覺得也是蠻合理的 也是蠻合理的 因為後來看他 48塊也是反壓 禮拜五看他也是反壓 所以 目前看44.5吧 如果說還是空手 如果說你想要加碼 那就是 加在44.5 中間都不要去看了 造紀律 我剛講的還歸 還歸這個 交易守則 還是法則 造紀律 大家造紀律 因為這都是會員的個 會員問的 所以還是要 特別講一下 要造紀律 好看一下我們財域吧 財域那時候說300塊 如果說可以 回來的話 是一個買點 不過 一樣啦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要點一下風險 就是說 我們都說 突破後買進 或支撐後才買進 那我們就這兩個方式嘛 要就是說 價格上 是這樣子 下來 才做進場 這邊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上去之後做加碼 然後下跌之後 再做加碼 因為有可能 他上去之後 直接就上去了 突破之後直接往上噴 你買不到 你買不到 直接往上噴 這是有機會的 所以說這兩個方式嘛 要嘛回測 要嘛突破的時候 當天收盤 你直接做進場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位置呢 就是比較偏向於說 假設我 我 假設我買在這個區域 然後呢 我買這個區域 等待他跌到300 我要再做第二筆大的加碼 但是他今天 開盤開的 有點差啦 開盤直接 跌破300 這時候呢 我就不會做考慮了 我就不會做考慮 雖然說他會不會是破底翻 還是 數字類的其他的這個事情 那當然 如果說真的是破底翻 那他翻回來 我再做進場 就好了 因為 假設我現在空手 破底翻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原本就買進的話 你就要做小心了 你就要做小心 所以 基本上所有的操作 我只能跟你說 價格還沒到 你之前做進場 就是比較偏危險 那當然你說 跌到這邊就一定不會下去了 也沒有 對 所以說 就是 呃 操作上的一些原理 大致上這樣 我會 比較想要做進場是 忍耐破底翻翻回來 雖然我們知道大跌300點 他沒有什麼跌 但是 還是得 小心注意 我自己的想法 大致上這樣 好啦看一下 星星吧 星星今天下跌 開第一然後稍微走高一點 那一樣啦 我支撐 我大致上我還是得 還是直接看 最低點 那我自己手上的蛋呢 還是握著 那我不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我多麼看好這一檔 我多麼看好 星星什麼 南京什麼 沒有 我只是 launch的時候有賣嘛 那跌下來的時候就來吧 等待看他有沒有跌破支撐 還是怎樣 我們就不做加碼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突破一個位階就不做加碼了 那當然要做加碼也是ok 因為有可能你就剛好 讓你買到又上去 像這邊假設你又買到 上去賣 底下再加碼 上去再賣 對不對 就是 呃自己做選擇 你做選擇 都會影響到你的獲利 所以說就看自己個人 我是不會做加碼 我不會做 因為 全資股嘛 所以說 還是小心 還是小心 那他能夠拉到多高 我是沒辦法知道 我只能說 我覺得如果說這邊是低點 那你當然可以試試看 那就是買在支撐 賣在一些壓力 就像我嘛 我馬上去 那當然 之前如果我這個15% 假設我這邊 底部到這邊15% 全部賣掉 全部賣掉多好 全部賣掉多好 但是 你要想他後面會不會再創高 對 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他這波漲幅會漲到那邊 沒有人知道 那當然你 買低賣高 高手 全部賣掉 然後這邊做空 再補回 高手 但是 總是真的有那麼賽過幾次 那 還是覺得就不用斬完 平常進去就好 目前的壓力應該會來到之前的一些壓 大概是155左右 所以明天如果說 是開 開漲到155 搞不好會受壓 然後還有國劍 國劍我們沒有去看過 那大家都會挑一些 沒看過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之前抓的支撐壓力這邊好像還蠻明顯的 好像還蠻明顯的 這個地方嘛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有支撐嗎 這個地方有支撐 然後 他上週看起來是突破的 17塊 把17塊點起來 17塊 點起來 上週這個地方看起來應該 理論上看起來是 突破成功的 上去了 但是他又跌下 所以目前如果說你有興趣的 我建議就是看這個區間 16.7不跌破 或許他的走勢就是這樣子 去做反彈 因為 今天大跌 所以我們不要太苛刻 不要太苛刻 對這檔 不要太苛刻 那他從17元下去算 3%其實還綽綽有餘 還綽綽有餘 大概大致戰到 16.5跌破才算是真正的跌破 我目前這樣看 那究竟他是不是翻回來 他整個區間 我覺得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高點的話 那 是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夠慢慢漲 漲到19塊之類的 當然他要 直接跳上去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慢慢做等待吧 那我覺得他的趴數感覺 每天政府的趴數有點少啦 那可能就比較適合 就是 真的比較適合 你不care這筆錢 你看我這邊拉 拉得這麼高 才10% 那他從底部這邊 爬上來到這邊 才幾% 但你可以跟我說 這一檔是什麼 基歐股 之後一定會漲 你有可能 有可能 這是算忍蒙古 有些人專門玩忍蒙古 所以就是這樣看吧 要講到第幾檔 講到最後兩檔 然後大將 大將這個也是主要放在一個 會員群組 主要是看 2點多 然後加上上升趨勢線 那這個上升趨勢線 好像也不是特別標準 看一下 不要說他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對 然後就說他很標準 從這邊畫吧 大致上這樣 所以說 這個位置 還是可以放到這個位置 不過一樣啦 他趴數是確實 有點大 趴數確實有點大 而且他如果說你手上是 沒有持有任何的單的話 我們手上沒有持有任何單的話 基本上今天這個開盤 他開下去 你就要去 他開22塊你就要去期待他有可能會跌得更深 因為他是直接 像是跳空開地然後跌破他的支撐 我看一下他支撐在哪裡 22嗎 感覺多次 應該就是22到22.5 這個位置 所以說 如果從這個位置才下去算 那是還OK啦 反正目前是守住上升趨勢線吧 如果不能夠守住 你就當作他連上面的22塊也還不守 就直接跟他say goodbye這樣子 好看一下 白岩 之前有畫 這是生計醫療 之前有畫上升趨勢線 那 好像沒什麼用了 我們把它刪掉吧 大致上升趨勢線 大致上看啦 不過 一條上升趨勢線說真的 有時候也並不是 最好的 直接進場的 一個方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前面的壓力 應該壓那邊 抓到最高點 我們看一下周線吧 周線 這麼高 這裡 這裡 其實說真的 他感覺上 我感覺啦 我感覺他好像 有點似乎 長到快到頂部的感覺 因為 他到前高 大致上我抓這個位置 在76 那他70 看一下這一根 2019年最高 是67.3 然後 這個 2018年6月11號 是71 所以說 一頓上 我覺得拉回再買的感覺 會比較好 那拉回多少 我們看一下爆炸量 這個位置大概接近多少 這個一根是 45.8到58.5 看一下 45.8 是這一根開始 然後到這一根 是爆炸量的位置 做一下調整 這應該是有跑掉 這根線應該是有跑掉 大致上抓這樣吧 大致上抓 這樣 大致上抓這樣 然後 然後 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這樣看 目前他跌到58這邊可以考慮 然後 他的 你不要看他這邊 看起來好像很緊 你這邊拉上去的 盈虧比 隨便一拉 隨便一拉15% 比剛 剛前面講有一檔 拉這麼一場才10% 那個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 我是比較建議 你可以把資金是放在這邊 那 我是覺得70塊這邊 應該是一塊壓力 所以基本上 58這邊可以考慮 那 跌到58的話 如果很迅速跌到當然最好 因為就是 維持在這個三針曲線 當然這個三針曲線 也是我隨便貼的 不是非常標準的 不是非常標準的 你可以自己去抓啦 我就不用那個 去看 因為我整體還是比較偏向於 去看那個 呃 這個 區間的資深賣點 好 那這邊大概11檔 就到這邊吧 講了一點久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到下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